今天这是一只六个月的幼犬 应该呢是刚做完美容 那我们今天呢来给它复修一下子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它躯干的部位 那我认为呢躯干的部位呢 这个美容师的流毛有点过长 因为呢它是一个幼犬 底绒比较少 如果毛流的比较长呢 它是撑不起形状来的 那右犬的躯干部位呢 我们选择流毛0.5到1厘米 然后呢我们去给它修剪平整 那如果美容师的刀工不够娴熟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鱼骨剪 去修剪它的躯干部位 那躯干部位修好之后呢 就是它腿部的修剪 那腿部的流毛长度呢 我们不可以留到0.5到1厘米 我们要留长 修出正常的腿形来 那在修腿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快梳 然后快剪 这样呢在它毛发倒塌的瞬间 我们就可以剪出形状来 再者呢就是腿部与躯干部之间的位置 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去修剪 要比成年犬呢 稍微有一些难度 需要我们仔细的去修剪 那尾巴的部分呢 我们就根据它的毛量来修成圆形 或者椭圆形就可以了 接着呢 接着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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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